四位高中三年级的同学在今年的技能检定获得优异成绩 以综合科来说考取乙丙及证照数量已高达758张 平均每个人至少都有三张证照 大大提升推增大学的竞争力 而同测也将在5月1号登场 21号上午四位高中特别举办育佛活动 希望能够带领各位考生祈求考试顺利金榜提名 同学们拍拍站手上拿着证照在台阶上合影留念 四位高中三年级的同学在今年的技能检定获得优异成绩 以综合科来说截至目前累计考取的乙丙级证照数已经高达758张 平均每个人至少都有三张证照 其中更是有人拿到双乙级 大大提升推增大学的竞争力 在这高中三年的期间我考取了5张证照 有两张乙级证照 一张是仪表电子仪 一张是室内配线仪级 感谢老师们三年来的教导与支持 才让我现在这样的成绩 我的目标是国立的虎伟科技大学 我会好好的努力 让我们在这10天中好好的从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今天我考取了7张证照 然后有其中两张是乙级证照 软体应用乙级的话 就是在文书处理的方面会比较好 例如做背绳或者是文件处理那些 然后再如果是会计的话就是 因为那张是比较难考的 然后之后考大学也可以利用它 然后用技有 然后推到比较好的学校 自己立项的学校 我考的8张证照 有4张是语言能力检定 然后有4张是电脑应用相关的检定 希望在未来就业或者是升学能够有帮助 而今年的四季统策也将在5月1号登场 四位高中为了安定考生的心情 并庆祝佛弹节 21号上午特别办理了预佛活动 希望能带领各位考生 以恭敬的心祈求考试顺利 金榜提名 职业类科的部分 专门学程的部分 他们在技能检定的成绩 不管是在乙级 丙级 或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班级 301班 整个班级里面45个同学里面 有230伤的乙丙级证照 其中那个有双乙级的就有16个人 其中还有两个已经考到台电 所以我们在升学技能的部分 就是在学校的老师的努力的指导之下 都有一个很优异的成绩 希望对这些四位的孩子 未来不管在升学 就业都可以能开创比较双赢的一个坦途 那今年我们距离那个统策 四季统策只剩下10天 那我们就沿以前的往例 都是会在学校统策之前 为三年级参加统策的同学 举办一个点灯祈福跟预佛的法会 希望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祈福的法会 能安定他们的一种心情跟情绪 能稳定这样的一个情绪 让他们在应考的时候 都能很顺利的考取他们理想的学校 在佛光三月光室 住持妙讯法师的带领下 董事长夫人赖信玲 校长蔡宗和 以及三年级师生们一同进行了现灯仪式 并攻进预佛 期盼未来一切都能顺顺利利 记者徐丽晴花莲市报导